其實它包裝蠻簡單的 就是本體然後連接USB線 一體成型的 而且這個USB線它是扁線 所以應該是比較不會打接的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這一款 來自BenQ的ScreenBar Light 我們先測它的重量 整個包裝的重量是349.1公克 好 那麼現在馬上來開箱它 它是用這種推的方式就可以打開了 然後裡面有一個塑膠的盒子 我覺得這個塑膠盒子表面有點霧透的效果還不錯 打開來就會看到ScreenBar Light的本體 其實它包裝蠻簡單的 就是本體然後連接USB線 一體成型的 而且這個USB線它是扁線 所以應該是比較不會打接的 然後這邊是可以調的一個轉軸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LED燈的燈珠 然後這邊有大大的ThankQ的LOGO 一整片的 我們來看還有哪些配線 這個裡面還有說明書跟 欸? 還有50元的現金紅包 這是什麼? 可是這是簡體字耶 好吧,我是沒有在用微博啊 所以應該這個機會就不屬於我的啦 我覺得這個盒子質感真的不錯 就算把燈拿來用以後 我這個盒子也可以拿來做我裝其他東西 算是特大版的鉛筆盒吧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測ScreenBar Light本體的重量 我們把這個膜也撕開再來撐 這個重量是171.3公克 好啦,今天的開箱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邀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